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谈小爱 小缘真的就没命了 多亏了她 要不是她 还不知道惹出多大的乱子呢 一张哥 我想去看看她 好好感谢感谢她 不用 不用 你就别过去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 现在正是你事业的关键时刻 能为我虔诚担忧的 除了你还有谁呀 可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你有这个心就足够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 局里会有人拿这个事做文章 那怎么办 我得赶快把局面稳定下来 今天谈小爱的父亲 到我单位来闹来了 我还得安抚他 快吃几口吧 想走 我得先回去了 爸 别看了 吃饭 小爱 喂 太叔 李天 都在啊 小乐 还带什么东西啊 吃了吗 来来来 来坐 我吃不了 坐一块吃 不吃不吃 你看 我们家 发生了这些事 让你操了不少心 我是 专程来感谢她 有什么谢的呀 以后对小元好一点 比什么都强 是吧 爸 小爱说的没错 你要是在外面胡搞 你说什么也没用 谭叔 你不要听那些人 在外面乱说 我从小 您看着长大的 您教育的我 我能不听您的话吗 不要去听外面的人说的 行 就算你没胡搞 可你跟小元把这日子过成这样 你就一点责任没有 小爱 你看 这次小元吧 如果没有你 她真的就完蛋了 所以 这个你一定要收下 你行了 我救我妹呢 我要什么钱呢 真是 这不是 娃也上学呢吗 娃也用得着啊 你说下 我娃上学 我自己挣钱能养她 我用得着你给我钱吗 小爱 你这 有句话啊 到时候我跟我爸想跟你说的 你们两个大人之间的事情 千万别影响孩子 他还小呢 我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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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等我一会儿去 等我一会儿去 那 我 我去给你倒杯汤水 可能有这几天 没休息了我没事 你也别太累 小爱啊 这个钱你要收下 你说 你要是不收下 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你知道吧 我不能要 我不是跟你收了吗 你对小爱好一点 比什么都强 这钱我不赢啊 你别犯这 我不能 我 你怎么了 快快快快快 快坐下 走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这是糖尿病 糖尿病 怎么可能呢 我 我片子也不吃糖啊 从这儿你误会了 这个糖尿病跟吃糖 与不吃糖没有关系 主要是咱们消化系统一线的事 是内分泌的病 你看看啊 你的空腹血糖 已经到了十八了 远远地超出了正常值 你肯定是糖尿病 中上个证明来看啊 你肯定有病发症了 现在你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打胰岛素 把血糖降下来 大夫大夫 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 我这阵子工作忙 等我忙过这阵 再考虑住院的事啊 行吧 你看看 都有同症了 作为医生 我客官告诉你啊 这对你的肾脏 心脑血管 危害是很大的 如果一旦发生同中毒 那是个生命危险的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也不能忽视身体健康啊 大夫 我再坚持一下 我再坚持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 咱们再说住院的事 我现在岗位上离不开 你这个同志 都病到这个程度了 还向着工作 好吧 我先给你开点药 记住啊 一定要坚持参浅事 医生让你住院 你干吗不住啊 小艾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单位 最近就要确立政局长了 我这个时候住院 说明我身体有问题 我就可能错过这次 提拔的机会 不管怎么样 我这次一定得挺过去 在你这儿 当官拥命还重要 没那么严重 还没到要命的时候呢 在北京这么多年 打拼 不就是为了 能让别人高看咱一眼吗 要不在北京待得有啥意义啊 你不是也一样的 在北京这么多年 就是想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是吧 对了 我这个事啊 你可别跟徐晓妍说 为什么 她那张嘴筷着呢 我怕她给我传出去 她是你老婆 她在照顾你 那该不是说了吗 糖尿病饮食最重要了 这一日三餐 她得给你做呀 她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指望她了 现在 她只要一天不给我脸色看 我就算烧高香了 我这单位累 家里更累 你别光说人家 找找你的原因 这纳闷 我们的关系怎么会成这样 先看病吧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您的关系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您 您 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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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好 写的好 立正 这次我看估计就是你了 来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确定呢 你一测验我可是投了你一票的 你怎么也得喝了准 谢谢 要照你这么说 曹立正在外头真有女人 小元 那你怎么办啊 你要离婚吗 不会的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我也不能死 我要是死了我儿子怎么办 这以后啊 咱们可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啊 我得敬你一杯 你喝不喝可随意啊 多向领导学习 好 你向他们学 我也得向他们学啊 这杯 咱们俩怎么也得喝一杯嘛 万军 我跟你说实话 我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 我这样吧 咱俩就喝半杯就行了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这不是明显地让我占他们的便宜吗 是吧 人家都喝一杯我喝半杯 那不行啊 不是不是 来来来 买上 倒买 倒买 买上买上 哎 这就对了吧 来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来 吃菜 吃菜 你说说你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也好去看看你 这个草李章 活该他得病 他得病了 嗯 你不知道啊 前两天我在医院看到他了 然后我就多嘴打听了打听 糖尿病 严重啊 挺严重的 但是他死活不住院 好 我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下面我宣布一条任命 任命曹理章为政局级的调研员 大家欢迎我们的新局长 下面请刘局长跟我们说几句 首先感谢组织上 及大家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在新的环境里和大家 团结协作 做好我们局的各项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宇 天宇 待会干嘛去 回家 咱们下瓦子去吧 我请客 不用了 我喜欢在家吃 我就不喜欢在家吃 为什么 饭菜一点也不香 你爸妈又炒钱了 炒倒是没炒 就是回家冷得跟冰窖一样 没意思 要是你真不愿回去 干脆来我家吧 我老去你家干嘛呀 我想听你说呗 那都是些玩的 对了 你爸妈不反对你打游戏吧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没打过 所以他们也没反对过咯 算了 咱们走吧 嗯 小岸 哎 那小岸的病好点没有 好多了 这不当天就出院了吗 现在就剩下回家休养了 哦 哎 妈 李 妈 你看李来了 好行来了 妈 几天不见好像又长个儿了嘛 呵呵 妈 哎 好行哥 今天在咱家吃饭 好啊 上去洗洗手 吃饭了 好 洗手 先洗手的 嗯 爸 好 拿点算 哎哎哎 kommer 理睁 一直到就 用 ところ 以前 他那个 又要 Cruiser 是什么 api 那怎么看 你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没事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听吗 你生病了怎么不告诉我 多长时间了 真是造化弄人了 为了升迁 我忍着病跟他们喝酒 病假我都不敢请 没想到到最后 什么也没得到 嫂 你这病需要住院治疗 不能再耽误了 我陪你去医院 我去过了 没事 黄远哥 你不会压 你当然不着急吗 他们哪顾得上午的呀 对了 你还没往家打电话呢 你总得告诉他们医生吧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真的 待会儿吃完饭就回去 反正他们回家的夜晚 那哪成啊 他们肯定着急啊 那就让他们着急去吧 你老鼓动我干嘛 我是觉得吧 你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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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多大呀 知道个屁呀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要不然这些年 我早离家出走了呢 哥 你咋啥话都敢说呢 真是没见过世面 你这些年都干嘛了呀 静学习来着吧 游戏游戏没玩过 电视电视没看过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东西多着呢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转移一下 玩着玩着就玩过去了 小云 小云 你回来了 怎么样 还好吧 我这段时间忙 也没看你去 儿子呢 他这段 都在天玉他们家住 又这么晚回来 干嘛去 啊 单位里有应酬 这种谎话要编到什么时候 你把陆辉音的地址和电话给我 干嘛 徐晓妍 你有完没完啦 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他只是工作上的交往 只是帮了他一点忙 我们的关系是清白的 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 你才相信我呀 我说 你把陆辉音的地址和电话给我 你就认定 我是有外心了是吧 你别胡闹了 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 整天因为你这种胡闹 我这次连局长都没平上 你别胡搅蛮产了 行不行 你别胡搅蛮了 行不行 还有个为人欺慕的样子吗 你尽到了做妻子的本分吗 你对我还有关系 还有爱吗 我也是个男人 我也有自尊 你整天横挑鼻子出条眼的 你 你 你说你吧 就叫 上回让你住院你就不住 你看 小爱 谢谢你了 说这话干什么 行了 你就好好休息 好好治疗 我就走了啊 黎晓 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跟小缘 好好地 静下心来谈一谈 你能告诉我 我怎么跟他谈 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谈 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谈 那走了 你看看这 到底有什么好吵的呀 一吵就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是直接跟你说过吗 算了算了 行 那我先回去了 那曹芹怎么办 这孩子不能一晚上在这儿待着呀 你 跟我回去吧 明天早上我送他跟天忆一块上去 好不好 去吧 你在这儿晚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 再见 你 你气死我了你 你当你姐说的话都是废话是吧 你藏里上有什么好留恋的呀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拔了毛的凤话他不如鸡 你 要说以前在事业上能帮你的时候 你跟着他不亏 现在呢 他狗屁不是还落了一身病 你说你跟他在一块 你图什么呀你 姐 曹哥他生病了 他现在需要我 我这个时候不能离开他 我要陪在他身边 你这给我作死吧你啊 我没有 姐 上次你给他添了那么大的麻烦 这次你要再跟我说这些 别怪我翻脸 你行啊 陆慧音 你长本职了是吧 为了一个曹里昌 你跟你姐翻脸 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呀你 我就问你他有什么好留恋的 你到底跟我说说 你有什么好留恋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有老婆有孩子 他跟他老婆离不了婚 他能娶你吗 他是不能娶我 但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姐 你别管我了行吗 我求你了你别管我了 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我再也不管了你坐吧你 可惜儿说吧你 可惜儿说吧你 姨姨 我能长期在你们家住吗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家我待着不开心 她们天天就是吵架 要不就是不说话 她们吵架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好孩子 大人吵架是大人的事情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那这个家我天天都得回 看她们吵架 听她们闹 我烦了 你 爷 为什么我妈和你关系一直不好了 谁说的 我们俩挺好的 真的 那为什么你们家不吵架呀 爷吵 吵的时候吵得很凶呢 那为什么吵架还不离婚呀 吵架 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吵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还没有离婚吗 因为她们其实很相爱 那相爱为什么还要吵啊 如果你不想让她们吵架的话 那你就得做点什么 我一个小孩我能做什么呀 姨教你呀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不过 你得迅速而无声地 把这个棒棒糖赶紧吃了 我再教给你 孩子 你不要总想着大人之间吵架呀 什么样的 其实他们俩真的很相爱 你知道吗 你爸爸爱你妈妈 可以放弃一切 真的哪怕是生命 而且 他们两个人也特别特别爱你 我就记得 在你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吧 特别愿意发高烧 你一烧 你妈就急得哭 可是她呢 也还是个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四处找人啊 找方子 哎呀这孩子怎么才能不发烧呢 有一次你住院 住了三天一院 又吵架了 本来也没想吵 你看她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你就不能等她好了以后 再把问题拿出来说 她现在身体这一样 她也没跟我说呀 她回家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她承认外头有女人了 她承认外头有女人了 这不就结了吗 这根本不是原则问题 二两口子哪有不可可斑斑的 再说了 小月 现在曹立章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人家姑娘的姐姐都找上门来了 你是不知道人家话说得有多难听啊 你让我怎么相信她 那你也应该进去看看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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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去我去 我去 曹立章 淑美 好久不见了 感觉上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跟小月谈恋爱呢 好久不见了 曹立章啊 你说 你们俩原来多好啊 轰轰烈烈的 怎么现在就闹成这样了 一言难尽 金飞细笔啊 其实小月那人你比我清楚 她也就是脾气坏了点 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 也是你孩子的妈妈对吧 家里要有个什么事 真是你错了的话 或者说哪怕不是你错了 你也就像个男人点 给她认个错嘛 你让让她们 我一直都让着她 是她不让我 她还在外面吗 对啊 一直在门口待着呢 你老婆还是放心不下你 行吧 你休息吧 我出去了 好 再见啊 我 你 你 我 你 你别跟着我了 我妈让我跟着你的 去去去 上学去 已经晚了 去了也是迟到 不去了 那我不是连你也害了 只要你没事就行 对了 你有钱吗 要钱干什么 我不想回家 我也不想上学 我要去外边船子去 我就不信 没有他们我活不了 曹轻哥 你说真的呢 真的 你回去告诉他们 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不行 你不能走 为什么 就是不能走 你还能拦得住我 你爸爸不管你了 不是还有我们吗 你们 你们又不是我家人 是 是什么 是一家人 说什么呢 你妈和我妈 其实是四眼多年的亲姐妹 你妈就是我小姨 你就是我表哥 说什么胡话呢 就是 不信你跟我回去问 哥 你要是不愿意回家 你可以来我们家住啊 反正我们 现在是一家人了 你等会儿 让我想想 我 我有一个姨 我还有个弟弟 哥 你要是走的 担心的 可不光只是我小姨 还有我妈 哥 送我求救你了 跟我回去吧 你没骗我 我真没骗你 我能去你家 当然了 走 哥 妈 回来了 大姨 大姨 我都知道了 你是我大姨 宝明叔是我大姨 父 天宇是我表弟 好孩子 知道就好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 想吃什么 你给你做 行了 你上罗 为什么你不是我妈呢 傻孩子 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 知道吗 好了好了 上去写作业 写完作业咱们洗手吃饭 好不好 快去 走 爸 妈 我觉得我跟曹理长的日子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不行就离婚吧 别动不动就说离婚 这离婚是这么轻易就能说出口的 再说了 这过日子 哪有孤儿不碰瓢盆的 这有了问题 有了矛盾 正好是解决家庭问题的一个好契机 这本来应该是越过越好的 你说怎么 怎么越闹越僵了 这是 小元啊 要爸爸说 你这思想肯定是有问题 对不对 你像你这种心态 这日子能过好吗 立章那孩子我了解 本质是非常好的 又是从农村来的 是吧 他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啊 凡事啊 要多从自身找原因 两个人啊 遇到事情要多协商 互相理解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那样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不是 你就说我跟你爸 你看着现在我们俩挺好的 七十年前时候我们俩也打架 打得鸡飞狗跳的 你这这么多年磕磕碰碰 我们不是也过来了吗 这日子就得磨 孩子我告诉你一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知道吗 妈 我现在都觉得 我们两个一走进那个家 都觉得憋得慌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 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两个人都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我现在都没问完 王爷 昨天 都快地 都没问完 他们转那么多 在他是 他人都没问完 我 他人都没有 都没有 就没说 是 我 我 跟 我们 别再相互折磨了 离婚吧 行啊 东西都归你 孩子归我 不行 我就这一个条件 孩子归我 这也是我唯一的条件 别说得那么轻松好吗 毕竟不止咱们两个人的事 应该慎重地再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过了 你要是想再考虑 那你就考虑清楚地再来找我 他还要是想再考虑了 我可以说 那你也想再说 我可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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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